好,星期五回到光明頂 今天我相信大家都會留意到 近來新世界香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商 以及四大家族之一 其中一些很重要的人事變動 尤其是剛剛我們在新世界的業績公佈的時候 同一時間我們就看到鄭志剛辭任了他的行政總裁 而且說要投放更多時間去公共服務和其他個人事務 而且轉為非執董、非執行副主席 加上也辭任了其他譬如新世界珠寶等不同的崗位 可以說都標誌著新世界第三代領導人鄭志剛一個時代的結束 陶先生,這個家族的理解或者家族新的發展 是不是也值得我們香港市民非常關注的地方呢? 這件我想在香港的歷史上都是一件不小的事 因為不止為一個地產的集團主席辭職 而是引致其他的影響 首先鄭志剛就是香港的地產商第三代 第一代是阿爺鄭如同 第二代就是家長鄭家純 第三代就是鄭志剛 這三代就是以鄭如同和鄭志剛就尤為得出 你知道鄭如同是法職在先 是不是? 然後就生了鄭家純 鄭家成 是不是? 然後呢 有了錢之後 當然呢 就可以個孫子 接受到很好的教育 那鄭志剛呢 就在香港聖保羅南嶺那裏讀中學 然後呢 就去了哈佛大學 哈佛大學呢 他不是讀那些什麼工商管理啊 或者STEM IT 他讀那科叫什麼? 他東亞研究 東亞研究是文科之中的南門 不過不要緊要 因為他是鄭如同的孫子 然後呢 就去了日本京都 就遊學一年 就在那裡進修文化藝術 那一個富三代香港地產商 那他的子孫呢 就讀這些呢 就很冷門的 那變了出來呢 他有這個文化藝術的氣質 還有有這樣的抱負 第二個有這樣的抱負呢 你最多在香港 和幾個文青就圍牢取暖 又或者就問 就問香港藝術發展局呢 是入籍申請些錢 給你一年拿到幾十萬呢 你就喂 然後呢 弄些什麼藝術團體啊 又或者什麼 又或者你就存錢 夾錢呢 就和幾個文青朋友開一間書店 然後呢 搞一些講座 這些呢 本來是沒有什麼大的春奴 但是不是 因為他是鄭玉彤的孫 身家呢 是數以千億計 那這個抱負 要做些事的抱負 就可以實踐了 那於是香港又得到什麼呢 就是2008年開始 尖沙咀這個叫做K11 跟著這個K11呢 擴充到去尖沙咀東面 新世界經營的酒店和整個海濱 然後呢 就有一間叫做K11的博物館 這間博物館叫做Musea 這個字很深的 不是Museum 是Musea 那哪個 或者叫Musea 哪個小朋友是可以說得出 為什麼鄭紫江不叫做Museum 叫做Musea 那麽大家要去讀一下書了 是不是 讀書就不知道鄭紫江精妙的用意 那裏面就 他就帶頭收購了很多當代的美國 歐洲這些藝術品的精品 在那裏弄了一間酒店 另外還有商場 很有藝術特色 一進去 第一你好像覺得自己身在美國 然後這些最先進的城市 第二 就是林朗滿目 又買東西吃東西 第三 就是很多藝術品 你進去那裏面這樣一路打通這樣走 我就記得有一隻很特別的大笨象 一個大笨象藝術品都放在中間 但眼看就守不動當然 香港是一個很文明的城市 你不能帶著小孩子到處 到處大小便 吵圈巴巴巴爬上去那隻大笨象的藝術模型 那里是大声笑,整个K11我不知道直到我放假之前在香港 我觉得是提升了那些消费者的行为 进去那些人就胆叫嚣胡闹,带着那些小孩 我记得里面有戏院,有一间村菜都挺好吃的 另外还有其他那些餐饮那样的其实挺有水准 在那里租到一个铺位来做,就已经,郑志光是看得起你 才让你在那里租的地方,不过他们那个K11有一个问题 就是进去很难找到方向,有几次你走在那里看电影,你死定了 你迟开,一定是迟到,因为第一,如果你驾车,停车场 上回来,那个电梯的升级里面,那些按钮那些层数,是调转你排入 首先你未必找到按升级的按钮,那在书里面的按钮呢 其实有很多人一开始都找了一分钟才找到按钮在哪里 第二出到来,天南地北那些指示牌不是很清晰的 这些就是你找不到,很重要 是郑志光他这个艺术性的安排 你不要在那里骂,要这样你就会很溶足 就是变成了他整个K11是一个艺术殿堂式的扣物和饮食中心 是吧,进去你会受到一个精神上面的洗涤 是吧,一个cleansing 一个cleansing 又或者是阿里斯多德所说的叫Katharsis 这样呢,就变成了,令到你整个人的精神境界和品味呢 是得以提升的,是不是呢 冯先生 是的,地产和艺术结合嘛 是的,地产和艺术结合 当年最擅长的地方,就是一开始在摩地道的艺术开始做起先 走走走,在街下面都出来放一个艺术展览出来 然后去到旁边,刚才Milsia那里,其实刚才说的那个大笨像 我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但是呢 其实他每几个月就换了很多期的艺术品 试过有一期呢 就摆过艺术的一朵花在庭园 旁边还有一个游泳池这样的东西 是模仿着看着这个梵高的耳朵 所以你远看的时候,这个蓝色的游泳池打动体,似是一个梵高耳朵 但是近看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很巨型的 打直了的游泳池,作为一个装置的,或者一个实物的艺术出来 这件事没有人想过会放在商场上,放这么贵的东西的嘛 是啊 公子哥宜的艺术东西,你可以放在家里看 他就不是,他为什么叫Milsia呢 就当了这里是多个的Museum 真的不同多个的博物馆 就将一些艺术品和你逛街的品味结合了 陶先生,当时香港在海港也真的不错 还有,每件都是真品来的 不是那些大粪圈呢 那些人做个叫做replica 不是这样的 不是那些催气公仔啊 近来香港经常搞那些 模型中会令到整个香港的品味 是提高了很多级 好了,广告回来再说 广告回来继续光明顶啊 继续讲一下这个新世界发展旗下的品牌呢 尤其是郑智光先生做一个很重要的品牌 K11这个旗下的商场 每个商场都是精品的这款 如果你看摩地道那间 其实附近就应该只是iSquare 又或者其他商场 最美的地方都要放在摩地道压摩 如果你刚才说Milsia 以前对正的附近就有一间 可能是海港城等等老式的商场 不是说那些不好 不过以前旧式的商场 就比较功能性 有间很大的品牌店 你可以去逛街 可以去购物 然后直行直过 但是郑先生的K11 无论香港去到内地那些 就主打艺术性比较多 不单是逛街的 要跟艺术结合的 要讲着五感的 不单是走进去 要看到漂亮的东西 有时候闻都闻到漂亮的东西 所以你发现未走进过商场 你也有一股芬衣草 再加其他味道 混合出来 让你闻到 陶先生当时整个香港 在他的手中有点不同 这个变成是郑先生亲自监制 他是一个producer 还有总体来说 也是设计 将整个半个九龙半岛可以说 整个品味提升了 所以如果一个香港人 你在那里走一转出来 本来你未进去的时候 就是满分和透面目可憎 你在那里兜个圈走出来 整个人的皮肤滑正了 还有人的气质高压了 所以这个就是 你香港如果要提升品味 什么事与市场结合 一定要由 民营的企业家来投资 这个又由特区政府 你想想什么K11 这里拉过去 那家什么妙司 政府如果做出来 我不知道也不是不行的 所以变成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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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產階級,懂得欣賞,或者不懂得欣賞 個個裝懂得欣賞的一個很龐大人口才養得起 是啊,你不要只看他這兩件,你只看黃都戲院 也有很多文青要慢慢爭取 大家看看黃都戲院那套戲,再走過去拍照 這些當然是中產才會想要的東西 如果一般基層想要的黃都戲院就不用倒閉了 變成你們香港很多文青,你們所祈求的東西 什麼黃都戲院,什麼張愛玲計員台多少號那些 鄭志剛只要有錢,只要有這個心情 都可以逐步替香港的文藝氣息將它實現 這個香港幾十年,是沒試過有一個這樣的地產商 是願意付出更多的那些,做這麼多事 但是這樣,這個一定要有一個回報 鄭志剛的回報是未來的 是很多年之後的,是不是 既然是這樣,他的回報的期是拉得久了 相應來說,香港一定要有一個很長遠的 很利於商界,將這些資金收回來的投資環境 有這麼大的資本,你有一個大前提 就是香港一定要自由,和一定要維持開放 來維持一個這樣的心情,你有這樣的 mood 才可以香港人,可以帶一些子女,經常去過書 弟弟哥自小在K11那裡逛逛逛逛 他會耳如目染,人的氣質會好了 那你將來讀書報名,就報根德幼稚園 根德幼稚園那個讀完出來,就出去 九龍為例,就馬里諾,或者是拔稅 那你那裡一條龍鏈接上去 根德幼稚園必須,要有得做 然後馬里諾和拔稅 那個教育,必須維持一個以往由殖民地開來的 一個高水準的傳統 一定是不能夠受到政治干擾 一定令到香港的中產階級,可以在香港安心居住 所以其實整件事最重要就是中產的人口要成長 這是基於整件事的成功基礎,不成長就沒有了 再加上大陸的資金湧下來 你要有足夠的水,是來養得起這幾條錦鯉 這個K11,或者這個Art Museum 再加上和鄭子江很大的野心,就是在大嶼山那裏弄多一炮 這個叫做航天城 這個更厲害 當它如果搞成了,緊要了 昂天城就在大嶼山領接 這個林鄭月娥的寶寶 就叫做萬億明日大嶼 然後那裏貼住香港國際機場 還有高鐵入到來是西九 以及機場碼頭,那個是大灣區入口來的 是要把整個大陸,半壁江山的麗塞口味 是提升到一個真是拍著紐約倫敦 而且不是說有左膠和食大麻的一個地方 沒有graffiti,沒有這些 是來自第三世界移民的真正的國際城市的味道 所以西方的輿論,包括外國記者 對這個工程是非常讚賞 當他們聽到只不過是一個三四十歲 香港富商的作品,你看 英國的金融時報這些 好代,Adrian井非常好,做訪問 他立即變成一個國際名人 而且他說將這個理念由香港發芽 然後推出去歐洲 哇,你說分分鐘香港會成為一個 會出現一個東亞文化藝術版地產商的Elon Musk 是吧 是吧,這個是很有抱歉 這個是鄭怡同,如果全下有知 就應該非常之開心 還有這個,成功的是因為大灣區成功,他必然成功的嘛 這個其實是他都吃正是整個北京政策的目標來的 是很好的 你說得好呢 有一個大前提就是要北京政策 就是這個水塘,你養兩三條這些錦理呢 那些水要乾淨 不要A2有很多痰 不要有煙頭 那些水要換,還有一些治療 是吧 這兩三條是香港的錦理來的嘛 但是如果那些水髒垃圾 還有裏面的生態轉了 是吧 就是說現在香港的那些中產階級走了 這個錦理的池塘一定有相當的植物 是吧 是 有一條種一些蓮花這樣呢 荷花這樣一朵朵 是吧 周圍那些石頭啊 那個環境啊,那些圓藝要配合 那如果你說沒有呢 那這兩條錦理呢 是養不活的嘛,是嗎 是,其實養不活的項目還有很多 不要說這些其他,維持這個環境的責任是誰呢 就是以李家超為首的香港特區政府 是吧 就是我劈成千億二千億下去 你那個特區政府的整個政策 你一定要有利於 外國投資 第一 第二,香港中產階級人心穩定 將香港視為自己長遠的家園 第三,就有中國的水稻和遊客 有一堆以上海、西安、北京為主 加上廈門、青島 這些歲月正好的中產階級的遊客 知道香港有這樣的事 於是下來打卡 和下來購物 這三大因素缺一不可 如果這三大死 沒有呢 你這個K11 肯定會乾敷 又或者它的投資成本 或者利潤是無法經驗和收不回 好,新聞回來再說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 一日放鬆,立即like、share、comment 記住還要在YouTube 按最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未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